不能往前走啊 我們不知道 遊客幼災走在軌道上 好像不怕被火車撞 遠景到場勸導 居然還有人理直氣壯 這樣說 不能傳軌道還要通知嗎 遠景也傻眼 明明就有很大的告示牌 闖進去營業中的鐵路 要重罰一到五萬 地點在阿里山森林鐵路 警方十五號巡查 居然發現有八十二人 闖進軌道 遊客還要求要全程走完 我們也已經快走到了 可以讓我們過去了嗎 不可以 在營業路段行走鐵路 出於一到五萬元的罰款 森林鐵路遊客離譜 闖軌道 而在嘉義市區 居然有人騎車到一半 被虎頭封遮 這名騎士被遮到耳朵 頭暈坐臥在地 現場還量不出來血壓 因為你的血壓兩兩 是都量不出來 有血你的 過超輕微 對 這很快 有不明性修扣 他已經呈現一些低血壓 所以我們的救援人員 馬上給他上那個 博斯密強心劑 還好送醫後並無大礙 被虎頭封遮 一定要第一時間就醫 才不會釀成憾事 亂闖阿里山鐵路軌道 除了不顧自身安全 也嚴重危害列車行駛安全 記者和國文紅富人郭怡貞 嘉義報導 我是戴麗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子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